熊出没 几十年前你就不是我的对手 如今更不可能 但我可以给你一条深路 如果你自瞎双目 我便放你离开书院 书院三师姐于莲 一声说话都很霸气 但从未被打脸 在旧书楼看到被朱雀重创的命缺时 于莲曾说过这样一句话 一个没有任何修行前置的少年 为何身上藏着这么多连我都看不透的内容 他的言外之意很明显 如果这是连我都看不透 估计世上再无人能看透 于莲之所以这么有底气 是因为他对自己的三点足够自信 一 过人的阅历 西林长教熊出没 是修行界最神秘的人物之一 可是于莲却对他了如指掌 即便你戴着金脸 坐在了高高的神殿之上 我也知道面具背后的你 是怎样一副德行 三言两语 就让狂妄自大的熊出没神情骤变 声音微颤地问道 你究竟吃水 这一节原著是这样描写的 于莲明明抬头仰望着脸上那个高大的身影 却像是在低头俯瞰一只蚂蚁 凛然说道 熊出没 你这个死矮子 有什么资格占得比我高 于莲这么说 是因为原著中的熊出没 确实是一个很矮很瘦的糟老头子 类似的事情还有 草原第一强者 经账王庭国师的真名 世上没有几个人知道 于莲一见面就叫他宁翠牙 叶红于童年时被玷污的事情 连叶红于自己都不明就里 于莲却了然于凶 于莲的一生 在世人眼里如同他的圆明一样 是临终一场大舞 他的性别年龄扑朔迷邻 修为高深莫测 别人对他始终捉摸不透 而他对别人 却看得清清楚楚 二 强悍的战力 宁缺刚到书院时 于莲曾向他表示过自己不弱于柳白 柳白在青霞之战中 对君莫说 这世上值得我出手的人 如今也只有你和李漫漫了 君莫摇了摇头 回答说 如果有机会 我想三师妹也一定想向先生请教 听到这话 原本自信满满的柳白顿时沉默不语 过了很长时间 他才震惊地说道 原来凌雾一直在书院 看来雄出莫那蠢货必败无疑 有那个人在 他的结局必然比我想象的还要惨 柳白的话有两层意思 二十三年产比雄出莫强 而他则比雄出莫强 这样看来 于莲确实跟早期的柳白不相伯仲 后来 君莫一臂的代价重伤柳白 如果换成于莲的话 结局应该不会比君莫惨 三 惊人的算力 桃山光明迹时 于莲运筹帷幄 回荒原养伤 坐等变化出现 他觉得浩天再能算 也不可能算到自己的本命宁缺 既然人算不如天算 那就等他把自己算死 以不算算天 是于莲最不可思议的一种算 后来的事实证明 他算对了 因为柳白拔剑占天 宁缺跟桑桑重建本命联系 以及斩不断里还乱的红尘意 这些变化都是于莲静静等待的结果 柳白战死后 唐感慨地说 有时候我一直在想 如果没有当年那个故事 连生大事活到现在 人间会是什么模样 于莲平静地回答 莫说连生 假设我不入书院 如今的人间 也会有一半是我民宗的地盘啊 说吧张开双臂 仿佛要将整个天下拥入怀中 这样有拥有谋有颜值的三世纪 你喜欢吗